真是太累了 我现在就学机给他辅导 在家里做也罢了 偷偷上图这个学牙 嗨 我是大树军的朋友Joke 如果身边出现了一位 因为辅导儿子学习 而几乎精神崩溃的父亲 大家会有什么反应呢 有多少人会跟他感同身受 也有多少人会替孩子说一句 考不好 没关系 来来来 你看你 你看你做这些题 哪个不是 哪个没跟你讲过 哪个在家没跟你练过 你看你给我起这白头发 我浑身做活 现在都学高了你就知道 你考个试我比你都累 我比你都害怕 你这么学你给你自己上了 我给你上 那妈给你讲过吧 我给你讲过吧 啊 说几遍了 其实不一样 是吧 就讲了 作片都记不住是吧 你到辅导公课是吧 你不要上火 上上火 这就是都要 给 不到辅导公课的账户 我去讲了 这天的黑眼啊 这天的黑眼是他妈天天的压着弄捲的 每天做 每天做 是 我对 你得考试了 接着就不错 你不要吓唬他 你麻烦了 你在开刀 你开始不吓唬他 对 你也吓唬他吧 他也吓唬他 你都不听见了 你听着不忘了 他就不难教他了 但关键是你交通病都记不住 说怎么弄 那你妈的别急了 孩子那时候也和他说 也是说了一句 好 气死了就他 其实你交不回的时候 那时候学压就搞了 你感觉真是累 我觉得咋给孩子累了 我也觉得真是给孩子累了 累死了 我想抽死了 你还记得有没有 真是急 就是急 这个是会 你说多简单的东西啊 对 但是你还办法 你觉得很简单 忽利忽利他 他要在忽利忽利他 对 以前我也是那个 我姑娘说也在我家吃饭 你不有活吗 不是 实际上是吗 实际就是不一样 对不对 那两个外公主持 他都是撒过手 他没人管他呀 忽利忽利他 我先跑去抓 我跟他说 经常把他们抓 一块不太好 咱还没带着他去 咱们就生事了 我说累很累 是 真是太累了 现在就感觉驾照 你越快活吧 你越快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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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实这个着急 这个着急 我真的觉得 现在发护我成功了 但是你又要有耐心 你看我们那里 老人不是一样吗 他没有能力护照我们 我们也是一样的 不哭了 不哭了 谅解吧 不哭 不哭 以后要努力的 爸爸批评你 是你很难过吧 对 你也不行 你要有一个什么 你班里谁拿这个学得好 现在都要粘上他 对啊 你考不好 你爸爸也难过 不要觉得无所 你让我爸爸 哪时候生气了 要说得比较高分的时候 你也告诉我 对 你说咱俩一块努力 我好好考 爸爸也不生气 多好啊 没事 好 姐姐 我回海卡了 就是咱们有没有没哈的 没哈 如果用山东话 在台湾省问路 大家会有什么反应呢 微信公众号 搜索大树军 回复山东 收看精彩社会实验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